那既然是这种循序渐进的 发现自己也听不到了 或者是发生了屠龙的这样的现象 那其实是很容易让人忽视的呀 因为它是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过程嘛 三天之内有些人感觉不明显 可能第二天第三天才注意到 可能头衔是不舒服就耳朵不舒服 他很多人说觉得可能有点难受 没睡好觉或者伤点火 觉得都有些感觉 很多屠龙的患者很遗憾 都是早期没有注意 当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来得太晚了 杨大夫也没有办法 一定要找来 你看就是开场新闻里边那位朋友 戴耳机长时间戴耳机 然后出现了这个屠龙了 前面就还有一位朋友 他说是熬夜玩游戏导致屠龙 右边是一个集中度的 左边是个重度的耳朵 给他加最高一样 大概体力开始回复了 大概到第五天的时候 基本上能够交流了 杨老师您看 一个是长期戴耳机然后屠龙了 一个是熬夜然后最后屠龙了 那您说这个屠龙是要怪 这个大耳机时间长呢 还是要怪这个熬夜呢 这两个妖怪都要怪 这个被说人也就说我自己 我当年我是02年硕士毕业 大家改过稿子就知道 那个论文这一小本 不多也不少 你们医学硕士的也是三万字以上吗 我已经记不得了 反正总想多写一点 就怕说不明白 然后呢天天改 改到后半夜两三点连三点 那时候也年轻觉得无所谓 但到第三天的时候 突然我这个耳朵 我记得清清楚楚 就这个耳朵就开始 突然就像这个感觉 摁住了一样 你们可以摁一下 感觉就是耳朵发闷 对这个就感觉 声音很尖锐的 就出来了 这就必定干这个专业的 那时候年轻也知道 自己什么问题了 也就赶紧停下这个工作 赶紧睡觉 第二天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什么呢 你长时间听耳机熬夜 这都是一个损伤 只是一个量变到 止变的一个点 那一天它出问题了 我也是在第三天 那时候可能出问题了 但如果你及时止损了 就停下来 也许很幸运地就回来了 但是如果你熬的时间很长 没有出去 或者这一次突然一下 吓得很深 咱就回不来了 长时间配戴耳机 可能会对耳朵有损伤 但是你要是怪熬夜的话 咱不能一有事就怪熬夜吧 我还举个例子 大家可能都觉得感冒不是个病 但很多病都跟感冒有关 感冒可能有心肌炎 肾炎 你觉得没有问题 你说感冒小不 很多都能找到 像你说的熬夜也是一样 熬夜不光是你的一个听力 你全身都可能有影响 我们同学日的一个朋友 这是我们单位的 熬夜写国自然写标书 给老板写自己写 胃奎养出血了 你说熬夜是有关吗 对吧 所以整体来说 就是一台机器 可能更精密一点 更高级一点 这台机器可真是很昂贵的 你一定要保养它 现在你说那两个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总结 这两个都可以规计到一个 长期的一个声音损伤 会造成耳朵的供血不好 毛细胞的疲劳 最后出现一个脂的变化 它可能就有损伤了 鸟也很晚了 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耳朵就要一个疲劳要保护 所以小的血管 可能就要收缩静卵 它供血一旦不好了 突然一下静卵的时候 供血不好 马上就停力就下降 如果按这么说的话 声音的刺激 不是那种超大音量的 刺激的情况下 不是那种 暴力的那种 暴力的那种 对吧 它应该是个缓慢精神 为什么会像新闻里边说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就聋了呢 白草益寿中药房提醒您 下期再见